財資大盜 林潔盈 何文堅 回到財資大盜 剛才預告了 我們會討論旅遊相關的話題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立法會旅遊界別的議員 姚柏良議員 早安 姚議員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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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來自不然討論旅遊方面的情況 剛才我們今早做節目也有討論 啟德體育園是來一個重要香港的地標之一 即將會在明年落成開幕 也有大型演唱會舉行 也有不同的活動 我知道你們有去看看實地考察當中的情況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昨天我們去考察了實地考察 除了看整個九龍東 以至啟德一帶的海濱發展之外 當然重點就是看體育園整個工程的進展 以及裏面的一些準備的情況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一班同事一起去看完之後 對於那個進度都認為是理想的 覺得大部分工程 絕大部分工程方面都已經是基本完成 只剩下一些首尾去收拾 這方面來說 大家過去討論上 主要是關注交通 還有散場的時候 疏到人流的方面 這是最受大家關注的 大家都比較關注這方面 市民的討論 這方面也比較多 但當然從我旅遊業的角度來講 我就會想多幾步 不單是從一般市民 或者一般出入場散場的安排 而是我會考慮多些 怎樣可以配合我們旅遊業界 一些旅遊巴的進出 一些高端旅客的進出 接待 除了舉辦城市 舉辦這些賽事之外 要想想我們在款待方面 怎樣可以配合做得好些 這些可能更加需要早些花點心思 早些溝通 跟我們業界的不同的持分者 早些去有一些這樣的協助 想了解一下之前有沒有跟業界方面溝通 當區如果真的開啟德體用完之後 一些旅遊配套 甚至周邊怎樣令到旅遊社 或者你們業界 帶多些旅客去到當地 其實那個情況有沒有溝通過 我們業界都說 舉辦任何城市都好 特別是尤其未來的啟德體育園 一個很重要的 無論體育運動的城市也好 或者很多文化藝術 演唱會方面的城市 我相信是會很集中在啟德體育園去舉辦的 這些活動 怎樣能夠結合到我們不同的業界 可以除了舉辦那個活動 賣了票 有些人入場 場場爆滿 但問題是怎樣能夠更好地 去給到一些旅客的體驗 以至到可以順便推介一些我們本地的特色旅遊的不同的產品 這樣才能夠將這些的城市的效益 可以能夠進一步提升 所以我們比較關注就是說 我們的很多接待一些高端一些的旅客 或者一些的VIP那方面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安排 可以能夠給到這些客人有些特別的體驗呢 即是我們目標 希望能夠吸引多些高真值過夜旅客來香港 所以我過去一直都提倡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海濱那邊 即是主場館旁邊那個海濱的地帶 應該是要有個碼頭 即是開拓一個水路的接駁 你試想像一下一些高端的酒店 它可以例如在灣仔 或者在尖東 即是可以用水路這樣將VIP客 可以能夠順便看維多利亞境 維多利亞港的優美的環境 即是日幕之下 看維多利亞港的夜景 然後進場去看演出 或者看比賽 即是這些是很受歡迎 甚至是大家很嚮往的 即是高端的體驗 市場上自己都發掘了一些地方 好像土瓜環的長龍灣那邊 那邊有很多旅遊團 在那邊吃東西 接著就下船 在那邊上船看夜景 其實只是過了一點 即是那邊上船看維港夜景 是一個很好的路線 好像姚柏良那樣說 其實政府在設計上 完全沒有想 你搞一個小小的碼頭 已經可以做到這個效果了 所以這些燈岸設施的整體配套 要全面去檢視 你看到現在整個啟德發展區 只有舊機場跑道的消防碼頭 可以有一個像樣的燈岸設施 其他基本上沒有的 昨天我們也另外看了 水面運用 即是體育水上活動的中心發展 其中獨木舟的總會 我看到他們要去玩杜木舟 都是用臨時的Pontoon 去做那些上落 其實你看到整體行為 要怎樣發展文化體育 尤其是現在發展區 都建議放寬了填海規限 即永久性的巨型填海計劃 其實應該擦場鬆綁 容許在維港兩岸都有些 譬如在港緊碼頭、道路、海濱等 其實都可以通過條例 等到鬆綁 過去十幾年就不敢動 維港兩岸 現在應該是新時代 將舊的職集 阻礙發展的 就快些可以拆償 沒錯 特別是體育園 其實距離離九龍城碼頭 就不是太遠 但那段海濱都未打通 所以這些連通 和適當的燈岸設施配套 我相信能夠進一步提升 整個啟德發展區的整體能達度 和體驗 當年經常說有輕軌 規劃的時候 由觀塘、九龍東 一直到啟德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說到雲巴 雲巴都去不通得翻 這些還要談 我覺得未來的綠色集體運輸系統 真的要加快加碼 另外一個觀點也想提 就是西九和東九這兩個兩點 那個協作的signity 這個都要想的 疫情後我們是一年半 其實你看到疫情之後 我們可恨的是 例如我們有故宮博物館 M家國博物館 高鐵站的動物 其實都有很多大型的建設 其實是落成了的 如果明年我們開啟體育園 你看到我們有一個新的亮點 但我們不同的文化藝術 和體育運動 以至到不同的範疇 其實之間的那個協作 那個融合 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自己作為業界 其實你看到旅遊界別方面 特別是對於這些新落成的一些景點 怎樣可以跟不同的界別方面去串連 令到一來可以推動經濟 二來就可以令到旅遊方面 可以帶多些人去 其實以往是怎樣協調的 其實老實說 以往都是各做各的 尤其在很多新的發展 以往是缺乏了一些 整體和不同的切分者 在設計階段 規劃階段 就已經融入一種 未來應用方面的需要 例如像西舊 當初整個設計 旅遊巴的方面 開始的時候交通方面 你感覺是一塊一塊 有些新的景點 但始終都是 譬如在交通配套 旅遊配套上 未必能夠貫穿在一起 其實這方面怎樣 隨著看一看 體育園方面落成 可以改進呢 其實就是一種 跨部門的合作工作機制 需要建立的 很簡單 你看到就算 搞個無人機的表現也好 牽涉到很多不同的部門 你想想 海事處 民航處 康民處 警方 你想想 你數一下 數一下手指 就算一個簡單的 在海濱地帶去搞個 無人機表演 都牽涉到很多不同的部門 如果從主辦者的角度 要去溝通協調 那麼多不同的部門 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正正來說 要有政府牽頭 其實就是需要 在這方面來說 就算落實無處 不旅遊也好 我也特別提到 今次司令報告 要有一個 建立一個跨部門 工作的機制 例如我經常講的 我們很多的估計 估物估計版 可能應該要跟 旅遊事務處 再加上 可能地區的民政處 再加上 可能餘戶處 這些是 他們自己本身下面 有很多很好的 一些 估物估計 再細一點 就可能加上 旅遊業界 是可以結合在一起 去想想 怎樣可以打造 可能純粹可以四兩撥天斤 投放少許資源 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很有特色的景點 例如我們之前去年 推動的 舊精神病院的 立面梅囊 開放了 其實又多了一個 打卡位 又將歷史 這些法定估計 可以讓更多人去體驗 遙發良港的估計 估計版下 有一個 我經常推薦的 文物探知館 很多人都不記得 在九龍公園裡 最近去做一個 南海一號的文物展 尋找南海一號 為何會尋船 還有當中 原來有些 跟廣東很有關的 走私活動 聽眾 我們可以揭臂去看看 這個我知道 學校方面 有安排小朋友去看 因為小學 五年級現在教 不則除燒煙 基本上 都有安排小朋友去參觀 探索一下 但你說層面上 要推廣 比全港市民 方面了解多些 其實可能還要加把勁 是啊 你說探青館肯定 遊客不知 大部份 所以不同部門 要大家一起下水 去做 否則各有各做 他就負責保護 維護 他不是負責宣傳推廣 不是負責將它 怎樣應用去 推介給旅客 有時你給一給澳門 澳門就是個旅遊城市 主力就是旅遊 他們的旅遊局 澳門旅遊局的清單 是將整個城市的商業 商場的展覽 全部放在一起 讓你知道完 然後你就去看那個APP 他就看完了 但是香港似乎這方面 沒有什麼統一的整合 一個要整合 二來一個就是 未來也要推動一個 智慧旅遊這方面的發展 我們要多用科技 多用創新 可以把這些資源整合 讓旅客更容易接觸到 這些資訊 其實最重要是容易接觸 和方便他們 將不同的旅遊景點 都可以連結在一起 沒錯 但當然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創造更多的消費場景 否則就是去看一看 看一看 打個卡 無處不旅遊 但不消費 對於香港來說 未必是好笑的 還有使用內地的購票平台 內地人自己去 內地到處都有 都是用同一個平台去買票 什麼票珠 其實香港要買票的場所 都應該掛單 讓他們規劃行程 一早 我搶了票 是否安心 未來之前 已經有預訂 有預約 所以來到的時候 安排時間更加好 因為年青一批 基本上都是自由行為主導 大家知道以往來講 就算在過慶黃金州 也好 團客的量 比例都不是高 都是2-3% 今年看到 旅議會預計 11月長假期 其實都頗樂觀 差不多有近120萬人次 內地客來到香港這邊 較去年 估計增加兩成 業界的步出是怎樣 或者業界怎樣看呢 業界相信 大家都是一個審慎樂觀的態度 因為大家知道 看到今年七、八月暑假 都相較去年來講的暑假 整體來講 有大概一成左右的上升 一個旅客量 但是你看回疫情後 我們現在整體旅遊業的 那個恢復的狀態 我都想給大家一些概念 其實你看到 好像從旅行社的層面來講 我們那個外油引發收入 基本上是恢復到疫情前 其實只有六成多 也未到七成 整體我相信 今年最多都是去到七成左右 因為疫情前 我們一年的引發收入 是可以去到三千萬 但是現在看回數據 七成都未到 看到那個團量外油的業務來講 是未恢復得那麼理想的 另外入境遊方面來講 當然大家知道 內地的部分相對好一點 但是我們除了內地和東兩瓦一些各別的市場 其實很多長途市場 東北瓦市場 都仍是有待復甦的 那酒店大家很多時候 都有一些少少的誤解 就覺得好像 大慈大慈 大家覺得價錢方面 很多議論 但其實 從一些數據來看 其實從今年的三月四月開始 整體酒店房間的價錢 已經在回落 所以預計這個黃金洲 整體預計的入住率 都仍是可以的 但是房價應該都有所下調 看到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最近有些整棟酒店 就賣給大學做的學生宿舍 其實那個業界的狀況 是不是你都經常參與過 一些酒店管理 那是否真是很差呢 即是在房間那裡的供應 多得太多 其實大家都明白 如果當業主寧願 將這些物業 不做酒店經驗 去轉做其他用途的時候 即是說 大家對於整個酒店 這個行業的一個 長遠的一個評估 或一個期望 都相對是比較 沒有這麼樂觀 我們一方面要加大力度 希望能夠吸引多些 一些個月的旅客來香港 提振我們的旅遊業 提振我們的市場之外 但是還是要想一下 其實酒店業 在整體營運的成本 其實是不斷上升的 剛才已經說了 而現在整體房價 反而一直在回落 即是說 旅客對酒店的消費 性價比 價錢的敏感度很高 即是說 酒店投資去營運的回報 是相當之慢 所以這裏會是一個 要想一下怎樣能夠 令到酒店業主 繼續去營運酒店 在這方面 即是在人手方面 其實你看到人手方面 即是前線員工方面 一直都是非常頭痛的問題 輸入的計劃也幫助非常有限 因為現在用一個 入息中位數以上的價錢去請 這對於幫助業界 在競爭力方面的提升 是幫不了些什麼 你看業界 對於今次營運黃金洲方面 其實營業的情況 是否樂觀 整體來說 國慶黃金洲 我相信大家 相對來說 都是一個審慎樂觀的 因為 粗暴看回現在 預訂的情況 預計大概會去 頭兩三日 應該可以接近九成 整體來說 黃金洲 大家業界都估計 全體來說 可以去到八成五的入住率 但相信 整體房價方面 都會有所下調 相對去年 當然除了黃金洲之外 大家關注的是 10月中施政報告 其實業界方面 都應該有不少的意見 給政府 都希望能夠繳活 我們旅遊 推動經濟 其實你們自己看 有什麼建議 可以給政府參考 其實我們 航空也好 酒店也好 旅遊業 旅遊社也好 景點也好 其實各界都給了 很多意見 給民體類局 透過資源報告 諮詢會也提了很多的意見 當中 很多 我們都時間有限 未能夠去一一去講 但我都特別提到 在旅遊產品方面 這方面的打造 我都特別提到 要善用香港 這個賽馬運動 這方面的獨特優勢 去創造多些獨特的旅遊體驗 去吸引多些高端個人旅客來香港 鄧小平師生 當年回歸前說 我們香港要馬照跑 舞照跳 馬照跑就繼續延續下去 舞照跳 現在尖東也沒什麼舞廳 所以靠這個馬照跑 內地人都記得這句話 一來香港還問我們 有沒有馬照跑 其實遊客來到香港 除了去觀光 除了去美食 除了購物之外 娛樂這部分都很重要 而且體驗一國兩制下 香港的獨特特色 沒錯 要將我們香港很獨特的東西 可以發揮到極致 這就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要方向 那入馬場有什麼好玩呢 你覺得還可以增加 其實呢 你很簡單 可以去沙圈旁邊近距離 去拍照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去體驗一下 甚至可以去試試拉圖馬 我相信會令到大家很獨特的體驗 小朋友去排隊的馬仔 大家要慢慢處於解奇方面 無論是旅客還是本地人 我們旅遊業界 可不可以推動有一場比賽 是一個叫旅遊杯 可以宣傳香港的旅遊 這些很多 我覺得很多想法 可言人都可以融合我們 要靠可言人 調柏梁旅遊界的幫忙推動 多謝是推動